今年剛好是我出道第10年 是 然後這座獎 就像我當年在歌唱比賽 E14一樣的 拿到了20關的總冠軍 然後拿到了100萬的獎金 那個新路歷程 就跟當時是一模一樣的我覺得 然後其實 一直沒有想過我這張專輯會入圍 但很多台語歌真的很好聽 他們有在被聽到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身為台語歌手 不會忘記的一件事情 其實你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一直很多人說 為什麼翻唱的專輯可以入圍 翻唱專輯也是付出很多的心靈 而且這10首歌超難唱的 對 但是女生的歌 向女前輩致敬 對我來講他們都陪伴著我 從一路從我小時候學唱歌 到我出社會 到我當歌手 他們都一直陪著我 所以我要很謝謝他們 很謝謝這些經典的台語歌 然後謝謝丁曉雯老師 我真的很謝謝他 是 太開心了對不對 然後裡面還有唱了日文歌 對 三口百匯的歌 每一首這10首都很難詮釋 然後全部重新編曲 對 打掉重編 對 三口百匯你 你真的很棒 謝謝 拿下了好不好 太開心了 為你開心 謝謝 恭喜 恭喜許富凱 我覺得台語歌這種 這個語言是需要傳承的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現在的滴滴妹妹 覺得台語歌也很好聽 然後很流行 是 所以我就結合了一些 時下年輕人喜歡的元素 然後跟台語歌結合在一起 好像真的有奏效 就是我的一些粉絲們的族群 有稍微在改變 對 然後我覺得他們還有一些很 年紀很輕 然後真的台語講得不好 但是他們就是cover我的歌 然後傳給我 這也算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對 我覺得超開心的 我覺得好像做對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雖然可能之前有點辛苦 對不對 那條路比較不好走 但是你做到了 拿下兩個獎項 謝謝 這次入圍了八個 最想要拿哪些呢 全部帶走 沒關係啦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這張是全創作 但是 希望可以拿作曲 對 就是另外一個領域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大家競爭都很激烈 但是我覺得入圍已經 我覺得已經很感謝了 是 但是作曲又是另外一個肯定了 對不對 然後剛剛呢 這個有一起合作的壞特 也拿下了這家新人獎 我剛剛超開心的 你們是有說好嗎 兩個有三重特性 沒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完全 我們看到他傻眼 因為我其實 你大家也知道我個性比較Man 對 所以我其實沒有在穿這種顏色的衣服 就是想說 這次不然穿一下桃紅色的好了 結果我就跟壞特撞色 很好啊 太開心了 我覺得很有默契 對 那西米亞仔 等一下那個年度歌曲還不知道喔 對 這個希望能夠在這邊再遇到你囉 好 好的 恭喜 恭喜阿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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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 謝謝